经常有兄弟问我 手中有三四千 到底是换13pro 还是选苹果14呢 嗯 首先啊 在外观上13pro是不销光机身 打字更高 而苹果14是铝合金 更加轻便 更加耐磨 在屏幕上 它们都是60英寸的刘海屏 显示效果一样 但13pro有高刷屏 操作体验更适合 而苹果14便宜四五百 更加经济实惠 在性能上 它们搭载的都是满血h5芹片 耐用度是一样的 可以再占四五年 在相机方面 13pro多了一个长截镜头 但他们的实际拍摄体验几乎一样 总体而言 这两台手机手感都很棒 性能拍摄体验也几乎是一样的 最大的区别就是高刷 所以想体验iPhone高刷屏 描选13pro 体验更四华 看重性价比 追求经济实惠 就选苹果14 所以如果是你 你会怎么选呢 下面我们继续搞机 线口台蓝色的苹果15 外观没有任何磨损 属于总新机 每版128G内存 需要开口改双卡 充电也只有7次 品质看比全新机 目前市场行情40% 在我台苹果14pro关关新机 外观是全新的 没有任何瑕疵 电池也是新的 充电0次256G关风再保 目前行情61张 这个是性价比之王iPhone12 外观充新 没事磨损 搭载X4芯片 使用依旧四华 国防256G 目前行情24张 还有这台13pro max 机身有些磨损 单屏幕很新 是每版一T的半对存 目前行情50张 电效率95% 品质很棒 这是12pro max 外观能量很新 是狂512G的大内存 电效率88% 目前行情37张 这是一家142外观挺新的 搭载小龙8G芯片16G256大内存 性价比很高的千元机 这是小米12外观很新 搭载8G28内存 也是很不错的千元机 再搞个平板四角手表 外观充新 没什么磨损 会比新的少个几百块 下面是收凶机机 这台卖的60pro加 来自于帅哥 外观非常的漂亮 属于准机 使用体验也很丝滑 16-52大内存 非常的有牌面 这是一位美女的苹果14 外观能量 把握得很好 国防256G单内存 电效率百分百 品质非常棒 而记得话 二代的落达又六一 已经称霸市场很久了 品质很稳定 四代是落达又六一 支持空间音频 五代是落达又六一 这样的功能很丰富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记得点赞评咯